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今日股市 华尔街创纪录涨势后 亚洲股市大多上涨 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来提振自己和亚洲的经济 拜登旨在修复之前经济策略留下的破碎地方 为什么德国股票指数DEX 在经济衰退迫近之际创下纪录 在硅谷 风险投资遇到了一次世代变革 请大家收看 今日股市 华尔街创纪录涨势后 亚洲股市大多上涨 美联社 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来提振自己和亚洲的经济 南华早报 中国领导人宣布5%的增长目标 让一些资产管理者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不是因为目标本身 而是因为缺乏实现目标的紧急计划 缺乏大规模刺激措施 解决房地产危机和青年失业问题的策略 以及恢复自2021年以来股市损失的新策略 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基础的担忧 其他亚洲国家也在努力维持增长 而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希望的缺失 使日本和韩国更加困难 拜登旨在修复之前经济策略留下的破碎地方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将前往密尔沃基 公布价值33亿美元的联邦拨款 旨在振兴那些与国家不断增长的繁荣脱节的社区 这些联邦拨款将用于拆除或改造许多城市中 将少数族裔社区与就业、娱乐中心、医院和其他服务隔离开来的高速公路 拜登的经济战略旨在更加均衡地分配繁荣 重建因工厂工作岗位流失而受到破坏的社区 并防止那些在向更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 本应遭受荒废的地区出现荒芜 这个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 因为像威斯康星州这样的州 对于民主党在11月的希望至关重要 而拜登对密尔沃基众多黑人选民的吸引力 可能决定他在那里的命运 政府的基于地点的方法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 是至少40年来对经济进行的最广泛的政府干预的一部分 为什么德国股票指数DEX在经济衰退迫近之际创下记录 德国之声 尽管德国经济面临困境 但德国DEX指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8,42点 近日来该指数一直表现强劲 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主要受到组成DEX的大型国际公司的表现推动 而非德国国内经济 美国经济的强劲也很可能是DEX表现良好的主要因素 同时降低通胀和预期降低利率也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一些人认为德国经济疲软 可能通过欧元贬值和降低借贷成本来使大型公司受益 在硅谷 风险投资遇到了一次世代变革 纽约时报 许多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正在离开这个行业 这给人一种风险投资正处于转型时刻的感觉 这些离职为新投资者提供了机会 有可能改变硅谷的权力格局 这也可能改变年轻公司在决定从哪家风险投资公司寻求资金时的考量 性侵调查对世界银行的领导人阿甲一 搬家构成了领导能力的考验 纽约时报 世界银行行长阿甲一 搬家正面临着他的首个重大管理考验 因为肯尼亚一家由国际金融公司IFC资助的学校连锁机构 被爆出普遍信性虐待的指控 IFC的执行董事会一直在审查一项行动计划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案件已经在投资世界银行的国家之间产生分歧 并引发了对该银行监督和潜在掩盖不当行为的质疑 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正在引起私人资本的兴趣 南华早报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 2015年至2021年间 东南亚地区的私人资本投资增长了两倍以上 到2022年底达到341亿美元的交易价值 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年轻人口和新兴技术生态系统都促使投资者兴趣激增 在新冠疫情期间 移动技术的崛起也加速了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增长 然而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包括复杂的市场 不同的政策和法规 以及缺乏以增长为重点的基金 理想汽车和比亚迪将香港股市推向五个月来的最长连涨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正迎来五个月以来最佳连胜记录 五间休市时 恒生指数上涨0.3% 至17138.75点 这四天的涨势是自10月份连续五天上涨以来最长的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8% 交易量达到了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达到1500亿港元192亿美元 在监管机构的审查下 外国对印度衍生品的流入激增 彭博社 截至一月底 通过参与性票据一种离岸衍生品 在印度的外国投资增长了56% 达到173亿美元 尽管增加了验证客户身份的披露要求 并对潜在洗钱问题表示担忧 但通过参与性票据的投资仍在增加 通过参与性票据的投资增加 是由于印度蓬博发展的股市吸引了寻求中国替代品的投资者 然而 监管机构希望阻止对这些票据的投资 因为他们担心印度推广者和不允许投资这些票据的居民投资者正在滥用他们 维勒罗瓦表示 欧洲央行更有可能在6月份而不是4月份降息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可能会在6月而不是4月降低借贷成本 法国央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罗瓦德加洛表示 维勒罗瓦表示 ECB将可能在春季降息 也许更有可能在6月 ECB政策制定者将于4月11日和6月6日做出政策决策 维勒罗瓦的评论是在法国央行将其2024年基础价格增长预期 从2.8%下调至2.4%之际发表的 Taproot投资合作社吸引圣保罗地区的成员 支持贝克法院的改善计划 雅虎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居民正在筹集资金 投资于商业地产 以保护当地的地标建筑 Taproot投资合作社允许会员购买当地物业的股份 旨在保护建筑物的同时获得投资回报 最初的项目是贝克亭办公楼 最近被合作社的两名成员收购 这座建于1909年的建筑物是35家小型企业的所在地 马克、西蒙森和帕特、汤普森以400万美元购买了该物业 汤普森表示 该建筑需要新的屋顶和冷却塔 还可以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卫生间升级 Taproot现在正在寻求筹集20万至30万美元来支持翻修工程 合作社主席安尤尔根斯表示 该计划将吸引那些不想支持制药或石油行业的投资者 意大利和德国债券之间的收益差距达到26个月来的最低点 雅虎 意大利和德国政府债券之间的收益差距已经缩小到26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 投资者对2024年欧洲央行ECB降息95个基点进行了压注 预计央行将保持利率在当前水平 直到6月份可能开始逐步降低利率 由于对意大利政府债券的强劲需求 意大利和德国收益之间的差距今年已经显著缩小 然而 摩根大通警告称 相对于其他欧洲信用利差来说 意大利利差过高 Tinder可能会对其最著名的功能左滑 悉尼先驱晨报 自2021年以来 约会应用公司Match Group和Bumbo的市值已经下跌超过400亿美元 这两家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订阅销售 但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平台 包括Snapchat和TikTok来建立联系 他们在增加销售方面遇到了困难 去年Match Group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来保持收入稳定 与Spotify或Netflix等订阅服务不同 约会应用无法保证用户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美国 30%的成年人和超过一半的30岁以下人使用约会应用 然而约三分之一的用户为此付费 男性和高收入成年人更有可能这样做 根据前Tinder社会学家杰斯·卡比诺的说法 年轻人仍然希望使用在线约会应用 但他们没有同样的迫切感去寻找伴侣 中国信托公司破产后 老年退休人员面临巨大损失 反映了动荡的经济形势 美联社 中国四川信托的投资者面临着财务灭顶之灾 因为政府计划只返还他们的一小部分资金 四川信托在2020年宣布破产 原因是在购物中心等项目上的失败投资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 最近对借贷的打击导致房价和销售陷入停滞 李强总理承诺将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投资者 但对于那些投资四川信托的人来说 可能已经太迟了 一些投资者正在寻求法律帮助 而其他人则被警方阻止发表抱怨 中国的信托公司是银行和投资基金的结合体 但他们是私营实体 用于资助项目 这些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较低 使他们能够利用新投资者的资金 来偿还早期投资者的资金 去年12月 四川信托宣布将按照滑动比例返还投资者的资金 投资份额越大 损失越大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会变得更加丑陋 这一次引发关注的是一家国有开发商 雅虎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大开发商万科可能会违约 自主研究高级分析师Charlene Chu警告说 她表示 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处于崩溃的中间 并补充说 情况可能会比现在更加丑陋 北京已经进入帮助万科 该公司去年售出了价值3755亿元人民币522亿美元的房地产 因为它是一家庞大的国有企业 Chu警告说 万科的违约将导致全国每个开发商的信心丧失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天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股市的情况 华尔街创下了历史性的涨势 亚洲股市也大多上涨 不过有趣的是 中国并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提振自己和亚洲的经济 这样一些人感到困惑 但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领导人宣布了5%的增长目标 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然而 人们对于中国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计划感到失望 这也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基础的担忧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拜登总统的经济政策 拜登总统将公布一项价值33亿美元的联邦拨款 旨在振兴与国家繁荣脱节的社区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更加均衡的分配繁荣 重建受到破坏的社区 并防止那些本应遭受荒废的地区出现荒芜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意味 因为拜登对黑人选民的吸引力可能决定了他在那里的命运 这也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 是对经济进行的最广泛的政府干预 同时 在硅谷 风险投资正面临着一次世代变革 许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正在离开这个行业 这给人一种风险投资正处于转型时刻的感觉 这些变革为新投资者提供了机会 有可能改变硅谷的权力格局 这也可能改变年轻公司 在决定从哪家风险投资公司寻求资金时的考量 另外 世界银行的领导人阿甲一 搬家面临着领导能力的考验 因为他面临着一项对世界银行的性侵调查 这个案件已经引发了对该银行监督和潜在掩盖不当行为的质疑 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也对世界银行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此外 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正在引起私人资本的兴趣 东南亚地区的私人资本投资增长迅速 这主要得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年轻人口和新兴技术生态系统 然而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包括市场复杂 政策和法规不同 以及缺乏以增长为重点的基金 此外 德国股票指数DEX在经济衰退迫近之际创下了记录 尽管德国经济面临困境 但DEX指数仍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主要得益于组成DEX的大型国际公司的表现推动 以及降低通胀和预期降低利率的提振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有趣的新闻 Tinder可能会对其最著名的功能左滑进行一些改变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其他平台来建立联系 这给约会应用公司带来了一些困难 同时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变得更加丑陋 第二大开发商万科可能会违约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 经济的动荡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巨大的损失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分享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参与讨论 提出你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